oh no chickens ok don't knock that cactus down turn right no hey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Kiki's Drive-Thru Game Time ok 今天呢我們要一起來探索一下 Forza Horizon 5的世界 其實你沒有參加遊戲裡的比賽的話呢 周邊還有很多好玩的 那今天我們就一起去找一些彩蛋吧 打開這個遊戲裡的這個World Map 其實呢我們可以看到 ok 現在我的整個地圖呢 有很多很多東西 這種呢是原本遊戲裡就有的一些挑戰 或者是一些比賽我們要通過的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我們看到像這些紫色的啊 這些都是可以去找的 experience board 或者是fast travel board 總共呢有250個這個 experience board 那我目前呢只找到了52個 所以呢今天我們就去找一些 比較難找的 board ok 今天的墨西哥下雨了喔 所以它是在 ok so 我們會看到呢這些 experience board 它有的時候呢是在路面上 那有的時候呢是在這些很難 很難去到的地方 ok so 剛剛我們看到這個 experience board 在飛機的翅膀上 所以呢我們就要想辦法怎麼上去到這個地方 ok 又不能太快 啊 啊 錯過了 ok ok 卡住了 我們要慢慢的上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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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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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再一次 稍微衝一點 速度 ok here we go yeah ok that's one 前面我看到這邊還有 地圖上我看到還有一個 在哪裡 在這邊 剛剛有人送我們禮物喔 我們去看一下 這個禮物在哪裡呢 其實Forza Horizon 5 好玩的是你可以互相送禮物 可是呢 你不能送禮物給你的朋友 因為呢 這個就會把遊戲變得太容易了 所以呢 你只能送給你不認識的人 so 我們現在有一個 gift from Josh ok so 我們要開車去這裡 ok ok Let me change the car 我覺得這部奧迪有點難操控 我們先去找一下這個 Josh 送我們的這個禮物 而且呢 這個好玩的是 如果你不趕快去找禮物的話呢 可能就會被別人領走了 因為之前呢 我有收到禮物 可是我沒有馬上去收 結果後來要再去找的時候就沒有了 所以應該是禮物是 first come first serve 誰先到就可以領到這個禮物 在哪裡 看看 我們收到什麼禮物 I haven't been home for this in a while I haven't been home for this in a while It's going to be interesting Oh OK Let's see what we got Wow That's generous Well Just the spirit of Verizon isn't it Should we send a thank you WOW 1973年的 Alpine A110 Oh that's really cool OK So 當然 收到禮物 我們一定要跟人家 Say thank you Let's see Thank you for the car I'll look after it 我會好好照顧你的車的 每一次收到這些禮物總是很開心的 其實我現在有70幾部車 應該有一半都是收到的禮物吧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繼續去找我們這些XP boards OK 我們到這裡呢 遇到一個有點難的 他在這個屋頂上 那當然我們不可能去找到什麼梯子吧 對不對 你車子又不能爬梯子 所以呢 有的時候呢 你就是要creative一點 去想 怎麼爬到這個屋頂上 可是 我不知道 有沒有把握 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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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車子要能夠爬上來才對 OK Let's try it Where is it? 我都看不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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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太偏右了 剛剛太偏左了 OK 我剛剛車子太偏左了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要再試著從右邊一點 OK Let's try this 是這裡嗎還是要再 Turn left 要再左一點 Turn left OK Winni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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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y Let's try again Turn right No! Ah!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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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d on Hold on I need to change a car Let's try again Left Go lef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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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Kiki Go right a li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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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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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go until you're kind of like You know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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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 Go over a little But don'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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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ft Left? Yeah go left a little Go left a little OK Don't go down yet OK No no keep going Keep going OK OK Keep going OK Keep going 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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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close 再試一次吧 Oh 我現在有一點沒有信心了 OK 我看得到終點 可是 不知道要怎麼 OK Let's try 我只能用蔥的 OK No OK OK Don't panic OK Let's try it Oh yes Yes Oh my goodness 那個的確很難 那個的確很難 哇 不過 真的很有成就感 呵呵 我們來到了 這又是另外一個在屋頂上的喔 很顯然的啊 這附近也沒有其他的Hill 我們可以像剛剛那樣子沖 那你要怎麼去把它弄下來呢 你不可能把它撞下來啊 這些都撞不下來 這後面啊 你也沒辦法 爬上去啊 這邊也不可能這樣子爬上去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個小秘訣 OK 不過呢 不是每一個房子都可以這樣子做 首先呢 你要呢 到這個屋頂的下面 就是真的要進去房子 要這樣子 它才有用喔 然後這個時候呢 就回到 你的這個option 那你會看到呢 下面這邊 有一個重新設定你的車輛 OK So 這個時候呢 你來到這裡呢 就要按下你的這個左搖桿 往下按呢 Yes 他就重新設定 他現在爬到這個屋頂上了 所以呢 你就可以呢 移動到 這個 Fast Track Board 這個Fast Track Board Tada Woo OK 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小秘訣喔 So now 我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個好玩的 Forza Horizon 5裡面呢 有一個所謂叫做的 Barn Yard Finds 也就是秘密車庫 那這個秘密車庫呢 它在你玩遊戲的這個 時間內呢 它會不定期的呢 通知你說 欸 又有一個新的秘密車庫 然後呢 你的地圖上呢 就會變成有這些紫色的 紫色的這個圈圈 那這就代表呢 在這個區域裡面呢 有這個秘密車庫 總共呢 好像有14個秘密車庫 OK So我們看到我目前收集到的這些秘密車庫的車 所以現在我還剩下7輛 OK 那我們現在呢 已經抵達這個紫色圈圈裡面了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呢 就要開始找這個秘密車庫 OK 那這個秘密車庫呢 通常呢都不會是在這種路邊的這種房子 我在找秘密車庫的時候 我都會用 任何的一部這個4x4的車輛 因為你真的是要不規則的去到處亂開車 因為它不可能會是在這個主要道路上 所以呢 你要就是亂開去找 秘密倉庫都是其實都是長一樣的 就是剛剛那個我們去收禮物的地方 OK 所以你永遠都是在找一個老的這個barn 然後是有黃色的門的 OK 找這個秘密車庫 它真的是沒有任何的提示 你真的就是要到處開到處找 我曾經在這個紫色圈圈裡面 繞過半個小時 因為其實這圈圈裡面也不是很大 可是你會覺得說奇怪了 繞那麼久怎麼還是沒有找到 所以你要找的是類似這種 它好像有路要給你走 可是又好像不是 而且你有的時候會覺得說 這麼空曠一定很容易找到一個房子對不對 錯了 8時間後 8時間後 待會兒 稍後 我看了 I think it's it I think it's it Is it? I think it's it Is it? No it's not It's it TREKed me But I think Oh my goodness 我们看到地图上有另外一个线上的 这个车 所以果然 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秘密车库 谢谢Winnie 看一下 哇 这就是我讲的 我们看到到了秘密车库 车辆的状况是非常非常糟的 所以呢 这个我们的Alehandra 他就会把这个车子呢 带回去车库 然后呢 把它整理好维修好 这个是唯一有一点可惜的 因为呢 在这个过程我们没办法参与 因为我觉得如果能够看到 一点点这个翻修跟整理的这个画面的话 会更棒 OK 所以今天呢我们找到了很多 Experience Board 然后呢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的秘诀 还有呢 Winnie帮忙我们找到这个 Secret Barn Find OK 所以虽然花了很多时间 不过呢 每次找到的车辆呢 都是非常有成就的 所以我们再次的呢 在游戏里面呢 找到非常多有趣的东西 其实呢还有很多东西 我们还没有探索到哦 相信呢 大家在这个Forza Horizon 5里面呢 可以 Have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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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rs of fun Right OK 那我们下一次的Kiki's Drive Thru Game Time 见啦 在那边 感谢观看